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又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新闻概述 让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自遥远的东沟 乌克兰军队的动员人数竟然少于预期 看来有些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不可预测 而在加拿大学校对社交媒体巨头说部 起诉他们为学生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可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战役 另外马达加斯加遭受热带气旋侵袭 造成严重的人员和物质损失 自然灾害总是让人心疼 接下来我们转向中东 看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受到质疑 这是一个复杂且持续已久的话题 而在中国年轻人的上班恶心穿搭风潮引起了广泛讨论 看来对于工作生活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新加坡的年轻人似乎对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不太感冒 使用率令人担忧 而70岁的退休会计师通过持续学习重返职场 真是励志 在乌克兰 一位将领在后方办公室与女下属热吻的事件引发了调查 而马来西亚决令推迟实施奢侈品税 以进一步商讨契机 辽宁沈阳的一位前官员应受贿被控 设计金额高达6500万人民币 联合国指出全世界每天浪费约10亿才失误 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华为去年的收入增长创四年来最大显示出公司的韧气 而在新加坡使用它 而在新加坡只有1%的本地私人机构准备好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槟城预计将在2026年推出水上德士服务 这将是一项创新的交通方案 最后中美在教育交流方面达成故事 这是两国关系中一个积极的竞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和深入分析 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希望能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考 乌军总司令军队所需动员人数将少于预期 联合早报 乌克兰军方最高将领表示 乌克兰军队所需的动员人数将少于最初的预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12月表示 乌克兰军队需要再动员多达50万人入伍 以应对俄罗斯的进攻 然而经过资源审查后 这一预期数字已大幅减少 但新的预期动员数量尚未透露 乌克兰的动员工作 因热情减退腐败和滥用职权等问题而近年艰难 议会目前正在审议允许征召更多军人的新动员法案 乌军总司令表示 战斗支援角色在乌克兰军队的防御努力中同样重要 并强调后方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 乌克兰军队几乎在所有存在威胁的地区都部署了强大的防线 但仍在期待从西方伙伴那里获得更多的弹药和防控能力 学生沉迷社媒加拿大学府起诉社媒巨头联合早报 这起法律诉讼反映了社交媒体在儿童心理健康和学习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加拿大学校董事会的数据显示 许多学生沉迷于社交媒体平台导致睡眠不足和心理困扰等问题 学校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来支持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需求 因此要求社交媒体公司赔偿损失 这起诉讼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数百个学区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社交媒体公司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面临着对其平台上映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指责 这些公司被指控故意设计产品以吸引和留住用户 但却忽视了对用户心理健康的影响 这些法律诉讼可能会对社交媒体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并推动他们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用户的健康 热带气旋至马达加斯加十余人遇难 数万人受灾联合早报 总结马达加斯加东北部遭到热带气旋加马内袭击 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18000多人流离失所 加马内登陆时平均风速达到每小时150公里 阵风速度为每小时210公里 导致洪水泛滥房屋和稻田被淹没 此前马达加斯加去年也遭受了飓风和热带风暴的袭击 造成数十云死亡 美国深陷泥沼而将胜利拱手让与敌人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干预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 一位评论员指出 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失败 是由于政治和军事误判导致的 例如美国对以色列的权力支持 使其成为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运动的同谋 此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 也导致了地区的混乱和中俄等国参与的机会 作者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误判 可以追溯到近70年前 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为埃及修建高霸 但后来却放弃了这一提议 这导致埃及总统纳塞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此外美国在中东的战争也带来了严重后果 地主李行透过 1991年的海湾战争给后来的克林顿总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现任总统拜登对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的支持 作者指出拜登的支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因为内坦尼亚胡常常在美国访问期间 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的地居点 因此拜登的决策可能会破坏他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乌克兰问题可能是他连任竞选的关键 中国年轻人流行上班恶心穿搭 联合早报近期 中国年轻人掀起了上班恶心穿搭风潮 许多年轻人上传自己身穿睡衣 运动裤等恶心服装的照片 以较量谁的穿搭更恶心 这一现象反映了年轻群体对充满野心生活的反感 选择以反文化的方式 追情轻松简单的生活 一些人分析称 年轻人舍弃精致的上班服装 是因为通勤时间受限 也因为担心被同事嘲笑 然而称重现象更多是一种调侃和自愁 只要穿着得体拱调侃和自愁 只要穿着端正不影响他人 就没有必要过度批评 使用率最低于30岁以下 国人仅19%用技能创虔诚培训补助 联合早报新加坡这奥习用坛 联合早报新加坡精神技能发展局 Skills Future 科技技能创虔诚培训补助Skills Future Credit 已经存在多年 但最新的报告显示 年龄在25岁至29岁之间的年轻人中 仅有19%的人使用了这项补助来提升自己的技能 相比之下 年龄在30岁至49岁之间的群体中 超过40%的人使用了这项补助 而年龄在50岁及以上的人使用补助的比例则逐渐减少 分析员士认为 年轻人使用补助的比例较低 有几个原因 首先年轻人通常是职场新人 许多公司会提供内部培训 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在就业中仍然有用 其次 年轻人更注重眼前的需求 如就业深造或在职场中表现 此外 年轻一代被视为更懂科技的一群 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在技术方面无需额外培训 或者选择其他非正式的学习途径 对于为什么年轻人未使用补助 接受采访的一些公众表示 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去上课 有人担心上完课程后无法提升就业能力 觉得浪费钱 还有人表示 补助金额不足以支付所需的学费 精深技能发展局局长 陈古言表示 目前有超过29000个课程可以使用技能培训补助抵消学费 他呼吁个人谨慎选择与职业报复相关 且有帮助的课程 精深技能发展局将继续关注支持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和中小企业 并为他们提供更多资源 70岁退休会计持续进修 重返职场 联合早报科技发展迅猛 对职场人士来说 持续学习和提升技能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要求 联合早报的余热生辉系列采访了来自不同领域的职场前辈 他们通过持续自我提升和退而不休的精神给读者带来了启发 其中70岁的刘一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超过四五年的职业生涯中通过不断学习和进修 成功避免了被裁员的命运 他除了参加公司提供的内部培训课程外 还报读了专业的会计课程 拥有会计专业文庭 其实已经退休 刘一妹仍然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兼职工作 继续在会计领域发挥自己的专长 然而数据显示 去年只有不到三成六十岁以上的公民 使用了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 为了鼓励更多的资深上班族参与学习 新加坡推出了技能创前程进阶计划 提供了约七千个可提高就业能力的课程 这些课程包括项目管理 信息系统安全 员工智能等 公年龄四十岁以上的人选择 同时报名参加这些课程的人 还可以使用培训补助来支付剩余学费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就业所需的技能 包括分析思维创造力和创新 科技技能领导力和环境管理 面对这些变化 新加坡社科大学院与业界伙伴合作 推出了面向未来的培训课程 包括策略与创新 人工智能应用和永续发展等方面的培训 总之持续学习和提升技能 已成为职场人士的必备能力 通过参加各种培训课程 人们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适应科技发展的变化 并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 新加坡政府的技能创前程进阶计划 为年龄四十岁以上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鼓励他们参与终身学习 保持竞争力 忘了前方血战乌克兰将领在后方办公室 热吻多名女下属有骗 星岛日报乌克兰罗夫诺州的首席军事委员 亚尔默舍维奇被揭发与女同事 在办公室进行亲密接触 乌克兰军方已经展开调查 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乌克兰军队内部 贪腐问题的严重性 长期以来乌克兰军队存在大量腐败现象 西方提供的援助物资被官员私吞逃五岁 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表示将评估视频内容 并呼吁执法人员协助调查 法国推迟落实奢侈品税 以进一步商讨细节 联合早报马来西亚财政部宣布 南定于5月1日实施的奢侈品税将延迟实施 财政部副部长表示 政府还在商讨有关税收细紧 并将与业者进一步磋商 他强调低收入群体不会受到奢侈品税的影响 而且政府将提供外国游客退税的便利 奢侈品税的实施日期尚未确定 此举受到了许多珠宝商的欢迎 他们表示黄金和珠宝是民间文化和投资方式 不应该被征税 辽宁沈阳人大常委会员主任副中委 被控受贿近6500万人民币 联合早报中国黑龙江省法院通报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员主任 副中委被扣受贿纪6500万元人民币 下同约1215万新元 副中委在担任辽宁省审厅副厅长 厅长辽宁省财政厅长 谈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期间 利用职权和地位为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 并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副中委在庭审中表示认罪毁罪 法庭将择期宣判 副中委去年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 并于今年被逮捕 联合国全世界每天浪费约10亿才食物 联合早报根据联合国发布的食物浪费指数报道 全球在2022年浪费了10.5亿吨食物 而仍有7亿8300万人忍饥挨饿 三分之一的人类缺粮 这不仅影响全球经济 还加剧了气候变化 自然环境丧失和污染 报告还指出 家庭每天浪费的食物总量在10亿餐以上 全球人均浪费食物132公斤 占消费者可获得食物总量的五分之一 浪费掉的食物估计可为 趋粮地区的每个人每天提供一 三度分之和浪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占全球年度排放量的8%至10% 为航空业排放量的近5倍 报告建议人们紧急行动起来 制定政策解决食物浪费问题 并将其纳入应对污染气候变化和 栖息地丧失的国家行动计划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企业 减少浪费型包装 消费者购买是应三思而后行 华为去年收入涨幅创四年来最大 联合早报华为的财报显示 仅管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 但公司仍然能够实现增长 尽管华为在美国市场遭受打击 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仍然稳定增长 这表明华为在其他市场上的竞争力 和市场份额的增加 此外 华为继续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进一步巩固了其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然而尽管华为在财务表现上取得了成功 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美国的制裁限制了华为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张 特别是在美国市场的发展 此外 华为在全球范围内也面临着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担忧 一些国家对华为设备的使用提出了质疑 总体而言 华为的财报显示了该公司在困难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韧性 尽管面临着许多挑战 华为仍然能够取得增长 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然而华为仍然需要应对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安全担忧 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斯科调查仅1%本地私人机构准备好应对晚安威胁 联合早报根据斯科发布的调查结果 只有1%的本地私人机构为抵御网络安全风险做好充分准备 比去年下降了13%的百分点 调查还发现81%的公司对利用现有基础设施 防御网络攻击的能力保留中等至非常大的信心 但实际准备程度与信心之间存在差距 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1%的机构处于成熟阶段 处于进步形成和初学阶段的机构占比 分别为28%、60%和11% 调查还发现余八成受访机构意识到做好准备的重要性 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网络安全预算 另外金融服务资讯共享与研究中心的报告发现 亚太地区的网络攻击呈上升趋势 同比增长15% 报告称勒索软件攻击是亚太地区网络攻击的主要形式 预计亚太地区机构今年每周将平均遭到1963次攻击 槟城预计2026年推出水上得势服务 联合早报总结 槟城将在2026年5月推出马来西亚首个水上得势服务 旨在减缓当地交通拥堵 该服务将有6条航线穿梭于4个码头之间 共有14艘船投入运营 每艘能载20名乘客和2名船员船员 每趟的相隔时间为15分钟到45分钟 跳价介于1.3令吉至15.9令吉至15.9令吉 这项计划耗资约6000万令吉 除了提升现有的4条码头 还将扩建活动空间及浮动市场 宾州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方美来证实了这项消息 并表示将在5月向负责该项目的私人企业发出正式通知 中国教育部长与美大使会面 愿保障两国留学人员权益 联合早报中国教育部长怀敬鹏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会面 就推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和保障留学人员权益达成共识 怀敬孔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 推动青少年交流 并通过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成果 伯恩斯表示 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 愿以西欧金山愿景为指引 扩大教育领域合作 鼓励更多中美青少年交流 习近平去年11月宣布 中国未来五年月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 双方会面达成的共识将促进中美教育合作 加强人员往来和青少年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你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